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使用的一个选品平台 同时也给一些新做的一些小伙伴一些建议 特别你在刚开始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不知道选什么品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一个实际情况 所以说我是推荐大家去 简单买一个选品平台会员去看一下的 像这个平台的话 我一般进去的话在这块全球美国 印尼菲律宾就是目前这几个可以带小红车的国家 会员的话一般人在这块就可以直接去选择了 每个功能不太一样 一般用的老手的话 他基本上会买一些旗舰版的 因为他需要做联系方式 以及达人的沟通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些做投流的 他可能会考虑一些广告模块 因为是需要拿他们的素材去做一些引导的 一般在这块的话 如果你刚开始不知道去选什么的话 你就在这直接点全球就行了 在这块也不要选什么国家 在这块他会显示 像在整个板块前边写的很清楚 找直播 他这个软件四个功能 找直播 看谁的直播数据好 看哪些产品卖的好 看哪些小店的培养网卖的产品好 好一些涨粉快的达人 直播好的达人 还有一个是广告数据 就是看哪些素材投流 相对来说 整个数据的更新率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平台 在这块就是时日直播 像今天5月26号推荐的是这种 在这块居家大家可以看 这个收藏品 就是他的类目 居家日用 在这块 咱们就可以看出来 印尼居家日用排名 泰国居家日用这个品类排在前边 越南也是 马来是穆斯林服装 然后菲律宾就食品饮料 这块他才推荐 当然还有更多 商品榜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块 虽然是这个点的全球 但是推荐在这块 你看泰国美国 印尼这个是保健品 这个一直都很热门 然后小店榜 这个泰国日用推荐 马来式这服装 印尼 水平饮料 美区 还有手机数码 广告这块的话 像这边 比如说打开 你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这边 一般是可以直接打开的 在这块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投放天署 展现量 互动率 花费 这是大概花费 转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稍微的慢 这个看 这是投入的14秒的视频 这是刚才广告的 广告投放的日期 数据的变化 这个是可以看 他们的一些热门素材的 当然这个根据你个人需求 刚开始没有必要 还有带货达人宝 看一下他们目前带货达人宝 同时要看哪些产品 他带的比较火 这也属于一种投入的东西 做整体的分析 还有视频 单纯做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区其实是占两个 菲律宾泰区越南 他们这块视频 刀宝拍在前面 热门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火的比较高一点 他这个视频 英国美区美区 那火的他不代表就是带货强 所以这是变现层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块直播搜索 一般是你比如说 卖什么雷母 在这直接搜就行了 前期我是不太建议 大家先去很精准去搜的 对于老手的话 你直接搜就OK了 没啥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在这直接看 营售 直接用排名 美区的 或者说印尼 他直接出的就是美区的 浮宝用品就行 如果说你不知道卖什么时候 为什么让大家选拳 就直接在这全部看 为什么让大家去这个看 这么多东西 很明确 他其实类目你分的很清楚 达人分类 商品分类 日用 为了个媒体 卖的产品费率 这都很清楚 你要卖什么产品 有时候在这个小店后台 直接搜的时候 他会给你直接去闹到这个类目 到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 女装 鞋包 这种 你看这个时候 也不是说不带脑子去看 基本上看这个东西 都会看这个销量 累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观看人次 总销量等等 这些都有金额的 我不特定去选这个国家 是因为我想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数据排名 各个国家层面 比如说哪些国家是日用的 哪些国家是美发的 哪些国家是这个化妆品 这就可以看出来 滴滴直播榜 大家就可以看这个话题 其实比较有意思 看这个话题目的是什么 看这个话题其实就是看谁播的好 纯模仿就行 很简单 逻辑很清晰 听懂了就直接去模仿就行了 商品搜索 还有这个销量榜 这是看你什么产品 大家可以看定的国家 所以这个平台整体来说 就是不需要你所有工作人员都看 因为它比较全了 老鼠会有针对性看 新时候就直接看新品榜 你就是你如果说你有耗多的话 你跟品能力强的话 你就直接去跟就行了 但是这个新品榜 有的时候他们不对外放这个链接 这也得大家留意啊 你感觉它很好卖 但是它不链接 它就是自己人去卖了 可以这样理解 说推榜可以理解为最近在推这个东西 当然有没有去付费了 或者说有没有补贴了 大家自己琢磨一下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推榜都在菲律宾 要不去考虑啊 小店榜 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拳头管 这拳头管其实就比较有意思 就是谁卖的好 大家可以看评 那你基本上可以去做做建年了 带货打人 我在这块直接看带货打人 带货 咱们就看到带货啥情况 我视频类的带货 大家看视频类的带货 看鞋类的很简单 对于那些想投入的 就在这一块直接搜广告 看那些卖的货 直接就行 大家可以看展现量 点赞量 视频素材 就看见到比较不错的视频素材 在这块直接去用就行 AD是广告 这个东西做个参考 比如像带货的话 家居日用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这种 都是有参照的 他就把这个东西分析的很详细 播放量 点赞分享 还有视频互动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去找产品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花点钱 去看一下这个品 做个整体的市场分析 因为你认为的品不错 但在这个市场在这个国家可能不太认可 虽然说做个对比会好点 少做很多弯路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 广告 广告 谢谢大家